阿勒泰主战坦克 史上最昂贵的坦克设计 单位成本1375万美元 几乎和骁龙战斗机初期型差不多 与单价900多万的每支M1A2S1P相比 阿勒泰主战坦克虽然更贵 但性能却还有些不如 并且还曾因为发动机的问题无法量产 阿勒泰坦克是土耳其的第三代主战坦克 说是独立自主的军工成果 但是该坦克的原始设计 源自于韩国的K2黑豹主战坦克 2007年的时候 土耳其国防部与奥特卡公司 签订了一份价值500万美元的合同 要求其生产出四辆国产主战坦克原型车 也就是阿勒泰坦克 只是造主战坦克并不容易 涉及的发动机 武器 电子 材料 工业等方面 土耳其无法从零开始 于是就找上了韩国 2008年 土耳其奥特卡公司 就与韩国现代集团 签订了价值5.4亿美元的 技术转让和设计援助合同 开始帮助土耳其自研阿勒泰坦克 包括开发阿勒泰坦克所需要的系统 装甲包 以及和120毫米火炮相关的 设计援助和技术转让 在其期间 韩国的现代威亚和国防发展局 也都参与了进来 阿勒泰坦克的技术架构和设备系统 与韩国的K2黑豹很相似 只是在主要细节方面有所不同 毕竟借鉴的优势就是改进 阿勒泰坦克的战斗权重大约为65吨 车长7.3米 车宽3.9米 车高2.6米 与K2相比有了一定的增长 傅重轮也从6队改成7队 其驾驶舱从左边移到了前部中央的位置 同时阿勒泰坦克放弃了K2用的 自动装弹机的两人操纵炮塔 改为了西方国家惯用的三人炮塔 在防护方面 土耳其则是向韩国购买了复合装甲和爆炸反应装甲 在吸收消化后又加以改进 土耳其希望阿勒泰坦克炮塔 正面能达到650毫米等效军制装甲的水平 同时还在炮塔的顶部安装了主动防御系统 根据土耳其的官方消息来看 该系统可能是土耳其 阿勒泰坦克的ACOR主动防御系统 既可以保护坦克免受各种反坦克导弹以及火箭伤害 也可以作为电子战自我防护系统 压制敌方电子设备 阿勒泰坦克的主炮为一门由韩国授权 与土耳其机械化学公司生产的120毫米55倍口径滑糖炮 也就是韩国山寨莱茵金属120毫米滑糖炮 可发射含制K276乌合金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K2277多用途破甲弹 以及土耳其国产破甲弹 还能发射以色列拉哈特炮射导弹 唯一稳定脱壳穿甲弹在2000米处 能击穿600毫米装甲 辅助武器装备则是拥有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 以及安装在车顶的遥控武器站 则是集成了一挺12.7毫米机枪的光电探测装置 按照土耳其的介绍 阿勒泰坦克的信息化程度较高 能自动搜索和跟踪目标 在行进中瞄准 还能在战术坦克指挥员 以及其下属各部队之间提供快速的网络通信 帮助指挥员制定任务计划 指挥部队对持续更新战场态势情况 驾驶员都有微光夜视和热诚向大视角潜望镜 并且阿勒泰坦克采用了本国S-Laysan 与意大利联合开发的沃尔顿三型猎坚火控系统 当然像车技导航系统 战场管理以及信息传输系统 也是一个不缺 为了保护坦克内成员 阿勒泰坦克将弹药舱单独隔离 并且配备了在被击中或坦克发生事故时 激活的火灾和爆炸抑制系统 同时装备的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来自化学 生物以及核武器的污染空气 在坦克的心脏动力系统方面 土耳其首先选择是德国 按照土耳其原来的计划 其发动机是德国MTU的MT893型12缸 1500马力柴油机 传送装系统是德国的RIC的HSWL354系列变速箱 并且这款德国发动机还针对热点和沙漠条件进行了优化 如果土耳其能成功使用 在性能上确实能有一个质的提升 在高速移动时可以突然刹车 或者以严重角度机动躲避ATGM的攻击 可是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之后 土耳其却跳出来搞事了 介入了叙利亚战事 于是德国单方面取消了其供应的许可证 这些坦克的心脏没了 之前的准备工作都是白搭 无奈之下 土耳其又找上了乌克兰 打算使用乌克兰的6TD3 这款发动机与德国的发动机一样 都可以提供1500马力 只是这款发动机 无法与阿勒泰坦克的业力综合传动结合 改起来又太麻烦 想要自研 土耳其又没有那个技术 阿勒泰坦克的研发就一拖再拖 到2021年 由于缺乏发动机和传动系统 土耳其在阿勒泰的生产中遇到了重大困难 德国制造商不愿提供帮助 眼看自家的坦克越来越老 土耳其的BMC就提出了升级计划 土耳其拥有300多辆德国鲍2A4坦克 为了提高这些坦克的能力 便将阿勒泰坦克的炮塔 与鲍2A4的车体结合在一起 所以新型坦克又被戏称为混合炮 将阿勒泰坦克较为先进的炮塔 移植到动力系统较为稳定的鲍2A4底盘上 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以较低的成本提高现有坦克的综合作战能力 另一方面万一阿勒泰坦克没法造出来 混合炮也能撑一段时间 当然有了后路并不代表着要放弃阿勒泰坦克 毕竟投了那么多钱 哪能说放弃就放弃 但不得不承认其进展确实缓慢 土耳其年年都喊着说要服役 但来来回回也就那么几辆 到了2021年土耳其顶不住了 与韩国签订了一份合同 订购了韩国为K2黑豹坦克开发的DV27K发动机和SET15K变速箱 准备安装在阿勒泰坦克上 配备韩国发动机的阿勒泰坦克系列在2022年开始生产 计划最高道路速度为70公里每小时 并打算配备一个深水套件 使其能够涉水深度达4.1米的水障碍 只是土耳其选择韩国发动机这个决定是对是错 目前还无法确定 在过去的十年里 韩国凭借着自己的实力成为了军事工业的庞然大物 韩国国防公司在经过十年的改革之后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国防出口上增幅巨大 但是韩国主要出口的武器是 KAI-T50精英系列教练机轻型战斗机 以及韩华K9雷霆自行榴弹炮为主 并没有发动机的位置 可以说韩国自己在K2坦克的动力国产化方面也才刚刚上路 而土耳其购买的DV-27K发动机和EST-15K变速箱 还是在民用柴油机的基础上 通过扩大钢径和活塞形成改造而成的 DV-27K发动机采用12钢 排量27升 最大功率1103千瓦 可提供1500马力 EST-15K变速箱则是单级三元转距变换器 具有6个前进挡和3个倒挡 发动机驱动的转向系统能够通过液压精力系统 和液压动力系统的叠加实现无级转向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还可以 其实不然 二者多多少少都存在一些问题 韩国曾想将其装在第二批K2上装备 但最终没能成功 回头又去买了德国的变速箱和MT883发动机 DV-27K发动机倒还好 也就只有体积大点 可EST-15K变速箱连320小时可靠性测试都没能过去 如果土耳其直接装备到阿勒泰坦克上 那无疑是浪费自己之前的投入 当然 土耳其可能会对其进行改进 尽可能的延长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寿命 毕竟土耳其的预想中阿勒泰也有变体 比如阿勒泰AHT 其实针对城市战斗优化的原型版本 于2017年首次公开亮相 配备了爆炸反应装甲套件 该坦克的炮塔具有倾斜的斜形形状 车体和炮塔的后部覆盖着龙式装甲 该坦克还配置了前置式推突产 阿勒泰T1是一个基线生产变体 类似于预生产原型 计划为土耳其军队建造总共40辆阿勒泰T1坦克 这些将在2021年交付 还有阿勒泰T2 其增加了保护并改进了态势感知系统 T2可能只是阿勒泰AHT的另一个名称 计划为土耳其军队建造210辆T2坦克 预计交付将在阿勒泰T1之后不久开始 以及装甲救援车和扫雷变种 装甲救援车是计划中的未来版本的阿勒泰 土耳其计划在基线阿勒泰T1传体的基础上 获得60辆此类救援车辆 扫雷变种是另一个计划的未来版本 土耳其正计划获得50辆这样的装甲车 然而没有具体说明 是基于阿勒泰传体的新设计 还是只是配备了扫雷附件的阿勒泰坦克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阿勒泰坦克的事情巴子尔还没有一撇 但是已经有国家开始订购了 这个国家就是卡塔尔 2019年的时候 卡塔尔就与土耳其签署了购买 土耳其阿勒泰坦克的协议 数量大约在100辆 第一批40辆 在坦克还没具体成型就购买 只能说略显着急 或许卡塔尔购买阿勒泰坦克 并不是看上了坦克的性能 只是想加强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 毕竟卡塔尔和美国的关系也还不错 选择M1A2 S1P主战坦克它不相吗 M1A2 S1P主战坦克来自于M1A2的改进计划S1P 1999年M1A2主战坦克开始加装大量电脑设备 二代热成像系统 车长独立热成像仪 真彩平面显示仪 数字化地形图 热控制系统和最新的数字化指挥控制通信装备 让数字化战场系统达到FBCB2系统的登级 还外加了电脑冷却的空调M1A2 S1P坦克 战斗权重达到了68吨 高2.44米 长9.8米 宽3.7米 车组成员由车长 炮手 装填手和驾驶员四人组成 车长可使用360度的观察窗来查看敌情 整车由7对负重轮承重 最基本的数据其实和阿拉泰坦克差不多 但是可靠性方面就相差甚远了 如果换其他国家选择 妥妥的选择美国M1A2 S1P坦克 而不是土耳其的阿勒泰坦克 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